Hello 这里是彭仔 今天是12月16日 为大家带来真实的滑枪杯拿货行情 目前13Pro 13Pro Max这两款机型已经来到最强的时候了 跳水都是超一千的存在 首先来看到13Pro Max 256GB无锁的这个小滑亮橙色 为什么说小滑亮呢 它就是上面有点磕碰 其他边框也是有一点点正常痕迹 屏幕还是比较亮的 关键它是原装机这个拿货41张 如果屏幕边框划痕刻不明显的话 38张脑货都有 目前无锁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看到这个是华为的Mate 40 Pro 256GB 5G版的 这个是非常精品的一个机框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是98星左右 屏幕后盖镜头都是贴膜 使用的是完美的 其实Mate 40 Pro跟华为现在的Mate 60 Pro 总体的一个差距比较小 性能差距的话非常接近 可能在拍照算法其他方面的话会有一点点差距 但是关键这个便宜 而且这个精品电子89的 咱们28张就可以出 而且还带原装的配件 还有这个三星S22U 这个也是国行的机器 双卡双带的 橙色总体还行 没有磕碰 边框可能有细微的一个吊色 屏幕后盖基本上完美的 这个机型的长焦跟屏幕数字都是很强的 而且外观设计也是非常好看 而且笔也是原装 屏幕也是完美显示 没有瑕疵 这个回收37、8张可以出 大家看到这个是港版的12 Pro Max 128GB的 这个橙色是很亮的 整机没有什么磕碰划痕 而且电池效率是难得的 有91 大家要知道国行港版 这种电池效率是有溢价的 你80级的话 可能这种拿货就是31张左右 但这个拿货要去到33张 如果是无所单卡的话 那么大概在27、8张那样